特别注意一下,尤其同学,这个下方这些东西,我有强调,这个东西尽量怎么样呢,本来它是那个图示啊,没有字,对不对,那你一定要记得,反正以后呢,记得按右键,本来是这样,使用图示,可是使用图示看起来很辛苦啊,你每次都要移上去看一下,哦,这是什么,这是什么,这是什么,对不对,你按右键,然后呢,使用图示把它打勾取消, 就会回到跟2010以前一模一样的版本,好像2010以后就是会把它折,就是会变成图示了,那所以如果你2010也是一样,按右键,让它怎么样呢,不要用图示的方式,那另外,它会多了一些东西啦,它底下本来没有这么多,那会多了很多,像我们刚刚有个所谓的动态的UCS,有没有,各位有没有发现,动态的UCS, 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动态UCS没有点下去的话,它也不会追踪,也就是你如果说要画在那个面上面,如果没有点那个这个DUCS呢,也是没有办法在那个面,你就会变成你要重新制定UCS,会稍微麻烦一些,那有这个会方便很多,另外还有那个什么,正交跟极坐标,这两个,那一定要点其中一个,那我的习惯是这样,习惯会用极坐标, 还是方便很多,很多时候你可以转来转去,制定它的角度啦,等等的相关讯息,那正交的话就是三个方,就是,就是几个方向嘛,反正正向的,0度180嘛,然后90度270嘛,那另外大家加一个立轴往上往下,所以这个部分的话,如果你是正交,它会帮你锁,但是,正交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用, 我觉得比起极坐标的话,稍微麻烦一些些,ok,那另外的话,锁点的部分呢,各位也要注意一下,注意一下,这个输入吧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圆锥的部分,圆锥的部分,那如果说我今天呢,要在这个面上面画,那你们也可以练习一下,不见得一定用什么圆柱啊,你也可以用什么呢,我上礼拜有讲过嘛,你可以用那个,还可以什么,暗了, 拉,挤出,有没有,那你如果说你只会三滴,只会二滴的人啊,很多习惯是怎样,我不用圆柱啊,我直接先在上面画一个圆,再把它挤出嘛,可不可以,可以啊,对不对,了解我的意思嘛,上礼拜有讲过嘛,如果你不要用圆柱的话,我希望在这个上面,画出一个,画一个什么,画一个圆可不可以,可以啊,你在上面,先点一下圆 ? 二滴的,然后直接在这边,先追踪什么,一样的,对不对?